中正運動場華麗轉身 告市長陳其邁29號協同市府團隊 在民意代表一同見證下倒數節目民敵 宣告中正體育場開放場域改造工程 第一階段拆除工程正式動工 實現嶄新的城市願景意象 中正運動場這裡可以說是高雄的門戶 從中正交流到下來的第一個印象 就是我們的中正運動場 它也到了應該要華麗轉身 轉型的時候 所以我們也請了邱文杰建築師 利用生態環保的工法 將我們的高雄門戶中正運動場 做一個改造 高雄Highline運動公園計畫 推倒水泥高牆 採用更生態的工法 配合魏武營以及東陵亞區的開發 相信未來將大幅翻轉 當地的地景與地貌 提供市民友善生活休息空間 我們也配合了這個 歐九捷運站的一個開發 讓這個地方能夠有更多的 這個生活的功能 賦予給它新的生命 所以我想這個是很多 我們林亞區市民 大家共同的期待 預定將投入三億元經費進行改造 透過與捷運歐九站聯合開發 後續將轉型成具有綜合性機能的地標 規劃中的中正體育場 未來新面貌 將田徑場三分之二的看台打掉 塑造成綠衣山丘 將提升高雄東區嶄新的面貌 預計113年完成